受到了大年初三有一波寒流的影响 花莲凤林有大约200公顷的西瓜田严重冻伤 本该是翠绿的叶片变得干枯萎缩 而且其中还有不少的农民 1月中才砸下重本 种下新的幼苗现在也全部冻伤 血本无归损失金额恐怕是高达了上百万元 而对此县府农业处承诺会进行实地勘察 并且追踪受损面积 如果达到标准就会协助申请天灾补助 这个没有提来的话我们也没有换菜可以吃的啦 语气实在无奈 因为砸下重本才刚种植约两周的西瓜苗 过年期间竟受到寒流影响 严重冻伤 血本无归 天又冷嘛 又风一直吹 就跟人一样啊 等着它就这样撅起来啊 受到影响的瓜苗 叶片明显干枯 边缘全都黑掉 上个月24号大年初三寒流南下 导致花莲凤林至少200公顷的西瓜田 遭否害害 本该是翠绿的叶片变得枯萎下垂 有了甚至连根部也都受损 严重的灾情让农民叫苦连天 指护60年来前所未见 我的农民都三四百万成本下去了 所以这个没有补助 我们都不知道今年要怎么过了 损失金额出估高达上百万元 再加上近期全台瓜苗短缺 后续引进新苗重新种植 成本恐将提升一到两成 也让农民相当困扰如何维持生计 我们现场观察确实西瓜的疫苗 受到伤害的影响 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那我们会依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的规定 来启动救助 现逢农业初成栋会再进行勘察 如果栽准面积达标 将会协助申请补助 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以免夏季西瓜产量受到影响 节诚见 华林报导